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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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就來帶大家看我到底是怎麼把自己的店吃垮的 大概這邊是可以做到幾圓份幾碗這樣 他說 嗯 將近於50碗左右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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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Lulu 之前呢大家應該都有看過我投資拉麵店 但是呢一直都沒有正式介紹給大家 我本來是想說要想好題材 然後好好宣傳我自己投資的店 但沒有想到還沒宣傳之前 就出了非常嚴重的trouble 然後那個trouble好一陣子讓我心裡都很糟 就包含其他股東也都是 大家如果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跟大家詳細介紹 我覺得那支影片大家一定要看 他不只是了解我被詐騙 還有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們要合夥投資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問題要去避免 好 反正今天呢就是因為 裡面的一些材料或者是一些醬料 其實都是上一個股東的構想 那我們就決定說 自己重新再換一個口味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清庫存 雖然說一開始投資還是整個路程都是非常的 不快樂不美滿 但是我們起碼在最後呢 我們還是要創造一下它的價值 今天我就來帶大家看 我到底到底是怎麼把自己的店吃垮的 你好像英國德國 對 好啦 那我們趕快進去吧 好 來到我們的廚房現場 那究竟到底庫存有哪些呢 就是在這裡 登登 其實有很多啦 看起來好像 那些都比較即時品的 像這個麵啊 最多放兩到三天 如果沒有賣出去的話呢 就是要立馬趕快把它清掉 那我們就準備來備料吧 那這個我們的豬叉燒嗎 五花叉燒 這一盤呢其實也都是 但是為什麼會剁成這樣子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肉好像當初切的就沒有很好看 就不會賣給客人 那剛剛呢其實我們有問廚師說 大概這邊是可以做到幾圓份幾碗這樣 他說 將近於五十碗左右啦 喂 你今天該不會要吃完啊 沒有 我覺得應該大家也要出力吧 不是只有我吧 好 反正呢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料理拉麵 因為其實我也算是第一次接觸拉麵這個行業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大家可以往裡面看 大概麵要煮多久 如果喜歡硬麵 硬麵要大約十五秒就好了 好好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你怎麼製作 我們現在先加蟹醬 以及我們的蒜醬 然後以及再加上我們的湯 下去這樣混合 欸 可是這樣子的話湯不會冷掉嗎 因為我們等一下出餐速度說不可以說很慢 到客人坐上的話 我們會保持車 盡量在兩分鐘之內出餐給客人 叫了叫了好快好快 然後我們要把麵甩乾 以及讓麵充分的吸收到我們湯汁 所以我們還是要持續讓它拌在裡面 OK 那雖然說呢我們剛剛講是五十人份 但是因為他們還在料理的過程 而且食物其實不要一次上太多 不然會冷掉 其實他們幫我料理也是在菜單上面沒有的喔 叉燒是有 但這一種小碎肉其實是比較沒有 那客人自己要加點它才會有 然後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吃 這算是你們的拉麵店的商品第一次亮相嗎 真的欸 影片上 居然是用這種方式亮相 雖然說我吃過拉麵車人站 但是實際上本身自己要投資一下拉麵 去了解拉麵 我覺得還是不一樣的 真的 因為是從頭到尾要自己把關 而且你知道大多數我們吃的那些 全部都是連鎖 他們有一套SOP 那如果你今天是自己獨創品牌 所有東西都是重新來過 而且當初另外一位股東的廚師呢 他有太多的堅持就是覺得 我一定要跟別人搞得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導致說我們一直瘋狂的在改良 在改良 結果就很多觀眾都覺得說 欸我今天吃怎麼跟下次吃又不一樣 反正我們不要講太多 結果再下一集 我講的都是有證據的喔 不要這樣喔 那你當餐廳老闆的寫心得吧 算是蠻新穎的欸 因為跟自己平常接觸到的東西不一樣 雖然說我是做吃的 我跟老闆也都會 跟廠商都會有接觸 但實際上你要了解是更內部 我之前有做過餐飲業 其實都知道說 料理東西都是這樣子的繁瑣過程 或是這樣的服務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抽筋了 又抽筋 不同的料理 繁瑣過程都不一樣 或者是說要注重的食材也都真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學到蠻多課程的 你自己猜 惠仁吃了 然後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知道了 你覺得 每一個人的口味濃鹹度不同 對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吃蒜 那我這一碗是蒜味比較重 因為現在也採取就是有那種 就等於你可以自己進來 然後點餐之後也直接結完炸 我們也是蠻偏客製化 就是你可以選蒜多啊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符合每一個人想要吃到的辣味很好味 但你知道還會有其他的問題 而且這真的是只有做了拉麵之後 可以說垂操這個問題 這湯的溫度不夠 湯如果越濃稠 那個溫度會降得很快 然後再加上碗喔 碗也是一門學問欸 如果你碗學的不對 它的散熱或是它的那個分散 它的溫度是很快的 結果是因為拍攝碗不夠 然後選這個 然後我們特寫的那個白色的碗 就是屬於比較鎖熱 比較如果你是智狀品牌 就是要從天爛導出更好的給觀眾 好其實呢今天還有一個小企劃 正常來說我們要清的話也可以直接清掉 根本不需要料理也不需要開火 但我們最後選擇給街友們 其實這才是今天主要目的啊 其實我都封了抱一下 好其實本來沒有這麼亂的 但大家應該可以看一下小片段 大家應該知道我們剛剛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執 雖然一開始不是好的開始 但我們要讓這整件事變得很美好 所以我們就去幫助台北車上的街友們 在這麼寒冷的天氣 你一定有看到我手都沒有血絲了嗎 所以我就覺得說那我們就溫飽它們 OK 我們現在人位於北車的西山門 這個呢是我們的負責人就是老闆 OKOK 因為到晚上的時候就看得到滿多街友 準備開始發放給他們 希望在這個明明是夏天 但卻還這麼寒冷的夜晚呢 就希望可以給他們一點溫暖 走吧 辛苦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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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我之前有參加過那種 單親媽媽還是什麼樣的 都是幫助一些失業的族群的人 對 其實我都知道他們的狀況 有一些人就是 他們沒有打理自己的狀況下 遇到比較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根本沒辦法正常的樣子去上班 所以真的要有一個地方讓他們洗澡 讓他們重新開始 我覺得也很重要 好 謝謝 好那我們已經發放完了 因為我以前是很常在做類似工藝這樣 那你自己覺得說看到這樣子的社會景象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還蠻沉重的 是還蠻沉重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態度都很好 但是你卻會有一種很說不出來的那種苦澀感吧 因為我之前是有那種基金會還是什麼的 就是來找我說一起合作然後推廣 剛好今天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我們自己的關係 就也一起幫助別人 今天最主要感謝的呢 當然就是老闆、付責人以及員工們 因為員工們真的也是想做公益 但是因為他們還在整理餐廳 所以是沒辦法來到現場 除了拍這支影片之外呢 就是也可以特地宣傳一下 屯海製作所會改名字 然後拉麵的所有餐點套餐 都會重新升級 就是會變得越來越好 有會讓大家呢 吃到覺得CP值非常高的餐點 就如同我的稱號一樣 一定讓大家吃得飽 但是也會吃得好 好啦那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到時候呢 大家還是可以來我們的拉麵店吃喔 好的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不行我人家保持七星 那個多莉、黎莫記得嗎 喔 吃得下多莉 就他們要衝進水母群的時候 人家保持七星喔 然後我要掌握兒子 好衝啊衝啊衝啊 CAT就是Creators AT1 是為了台灣的新媒體 創作者打造的全新品牌 除了可以提早14天 觀看到我的最新影片之外呢 還有精彩的單點大片喔 現在立馬就趕快來下載 HONEY Video App 進入CAT的網紅館看看吧